你不怕会要私下跟我和解 然后大费周章地约到这个地方来 其实我也想告诉你 一鸣的学费你不用费心了 我自己有安排 一学习四五万的学费 你攻得起吗 学习成绩跟学费不是成正比的 我相信只要一鸣能跟着我 我一定会把它培养成才的 你以为你霸着一鸣 就可让建宏回到你身边 刘安琪 沈建宏是你丈夫 怎么你对自己的丈夫 一点自信都没有 你这样的婚姻真的太可悲了 你不要以为你三两句话 就可以破坏我跟建宏的感情 你放手 我不想再这样跟你大打出声 吓着别人家的孩子 可小心 如果你是想要跟我和解的话 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 我们还是上法庭吧 我相信法官会还我一个公道的 你如果有时辰的把握 你今天不会出现在我面前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我何晓晰再也不怕你刘安琪的任何阴谋诡计 你想要挑战 我绝对不回避 你想哭可以哭 想骂可以骂 但是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从身边抢走任何一件属于我的东西 你以为你虚张绅士就可以吓唬我 吓唬是用嘴的 我用的是实际行动 不过 有一点我不明白 你自己肚子里都有孩子了 你为什么要跟我争我自己的儿子 是为了讨好你的婆婆吧 你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沈家 不 我是为了让你心碎 为了让你痛不欲生 为了让你知道 破坏我的婚礼 得付出多惨痛的代价 为了让你认清楚现实之后 彻底从我的世界里消失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还在处心积虑地 想让千万回到你身边 你不断地在沈家人面前装可怜 还让沈娟听你说话 你要不要脸啊 真不明白 你脑子里边 怎么这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你把建宏从我的身边抢走的 所以你要以牙还牙抢走我的儿子 这是你自己找的 我告诉你 我还想过要不要靠你通奸呢 你试试看 等你肚子里的孩子大了 你就会知道 做母亲的力量有多大 刘晓夕 你再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你信不信 我让你的母亲都当不成 忘了告诉你 建宏跟我搬回家了 不好意思 用了你的房睡了你的床 不过那床垫真的太硬了 幸好建宏的手臂跟肩膀都够结实 躺在他的身上 你要跟沈建宏怎么缠绵 我不在乎 你想用我用过的东西 我也不见 但是我告诉你刘安琪 如果你敢动我儿子的寒毛 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这阵子你挺忙啊 你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老不在公司不太好吧 你这是在审问我的行踪吗 我是怕你自己的事情太多 过不上公司的事 没事打什么抚养权官司 官司我都交给刘安琪了 上班时间外出 是为了公司的业绩 我还不至于公司部分 修身齐佳 治国平天下 若是连家事都搞不定 我当然会担心 那不是你该担心的事 苏董事长也是一片好意 那安琪公司的运营 我能不能担心 报表上写得清清楚楚 这两个月 安荣的业绩 不但维持了既有水平 而且市场占有率 还不断地在提高 我不明白运营出了什么问题 数字会说话 如果你没蒙我 为什么获利逐月走下坡 这我还真有点无奈 因为这影响收益的关键吧 是前段时间 我们公司高价进了一批 修护面膜 面霜 这么贵的东西卖不出去 压仓库里头了 那就影响收益了呗 你还推到我头上来了 我是配合你的需求 如果你下令让我进的面膜面霜 对你脸上的疤真有疗小 你就不该的就上台咳嗽我 我算过了 就算扣除这批面膜面霜 你成绩还是未打标 这人事费用 不也得列入运营成本吗 我一个月还领不到一万 你好意思拿我做挡箭牌 你每个月的公关费用 都不止这些 刘丹你别忘了 你在安荣只是副总 这儿没你说话的份 人事费用 本来就应该列在 运营成本里面 多了一个人就赚不过来 肯定是经营者能理有问题 既然你对我有这么多的不满 继续合作下去 一点意义都没有 干脆咱们散伙算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你闭嘴 别太嚣张了沈建红 我嚣张了吗 从安荣成立到现在 你算一算 我替你赚了多少钱 替我挣钱是你的责任 我亏待过你吗 不到半年的时间 奖金 房子 干股 你口袋里都散得装不下 要不是有我 你沈建红说不定还得 背贡去欺 自处斩工作 那咱们就散伙试试看呗 看看离了你苏海峰 我沈建红会不会流落街头 沈建红 你给我闭嘴 我再说一遍 沈建红你给我听清楚 我搭的不是奈何桥 桥上也不供应孟婆汤 下了桥没得偷胆转世 如果你真敢过河拆桥 当心摔下万丈深渊 粉尘碎骨 你忘了 我已经会飞了 光凭在安荣机里的那些客户 到哪儿我都摔不死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苏董事长 你得看清形势 现在是你需要我 不是我需要 沈建红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等你消息了 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希望你赶紧给个了断 这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沈建红 苏总 要不要我找个人好好修理修理他 打死 都嫌便宜他 人家刀都架在我的脖子上了 你还在这儿慢吞吞的 赶紧去找出沈建红的罩门 不找出他的死心 逼他就范 这家伙真的要造反了 是 是 让我来吧 不用了 小男 你别这样 你放手 小男 我知道你买了下午三点十五的护车 我也买了 跟你同一班 我求求你高抬贵手好不好 你的业务 我早就移交出去了 我现在不是经理了 你还赖着我干什么 反正我已经请了一个星期的休假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班成 我可以改成晚班 你真是莫名其妙 离婚之前 你嫌我黏着你帮 离婚之后 你又开始追着我跑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 值得你这样不离不弃 我性格没变 脾气没变 一样嘴硬 一样倔强 甚至脸上 还多了许多的鱼尾文 是我变了 我变了 我变得终于能看到你的好吗 好在哪儿我不想说 但是我知道我跟你生活在一起很踏实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你更了解我 可是你怎么不问一问 你了解我吗 我妈已经跟我下最后通牒了 如果再让她看见 我跟你有一丁点的瓜可 恐怕 我就要被赶出家门了 公司那边已经待不下去了 如果爸妈不再不要我 你让我上哪儿去 去我那儿 我那儿虽然姐 但起码还能遮风避雨 小梦 只要你愿意 我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 来求得你们全家人 有两千 真的 你跟着我也没有动 就算能开发新的产品 我也不会再给你弄一个合同出来 人为言轻 我看 你还是去跟领导谈 比较实际 我不想跟你签产品的合同 我不想跟你签产品的合同 我只想跟你签人生的合同 合同上面我把名字已经填好了 就等着你把名字填上去 我会一直等下去的 哪怕让我等到海枯石浪 天荒地老 天荒地老 我愿意 来得正好 我妈刚打完电话 她咱得赶紧回去吃饭 别坐了 走吧 谁规定搬回家住 就要天天回家吃晚饭呢 怎么了你 有人烧好的饭菜 等着回家吃饭是一种幸福 走吧走吧 回家还要听她念 耳朵快长紧 结婚前你怎么没信我妈啰嗦呀 又是陪吃饭又是陪逛街的 比母女还亲呢 这才刚帮你回去没几天 怎么就不对劲了 结婚前没有官司 让她有机会烦我啊 当初说要打官司的时候 你可是举双手赞成的呀 跟我妈一个鼻孔出钱 又是辩护律师 我妈不知道你找谁呀 其实我早就想说你了 你对我妈不能那态度 你再嫌得烦她也是长辈 哪有媳妇对婆婆那个 挨打不理的劲儿的 我哪有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告诉你 要不是看在你肚子里有个小的 以我妈那脾气早跟你翻脸了 翻就翻 谁惹你了火气那么大 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帮你出气啊 说吧 除了何小夕还有谁 小夕 不是小夕找你干嘛呀 是我找她 我帮你找人家双语幼儿园 想表现一下我栽培她儿子的诚意 结果呢 碰了一笔子会不打紧 还被她唠叨地吓我 你说说你 这官司打到一半的时候 你去找她 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还不是为了你妈 监护权若没拿到手 肯定把你一辈子 照你的意思 你也觉得这官司怎么会输 我是说万一 你这么孝顺你妈 我连这万一的机会 都不想让她发声 她把我婚礼弄成这个样子 我还没找到算账 何小夕得了贫还卖贯 得算进尺 就让一让她 你知不知道她说什么 她说要告我通奸跟我同归于尽 你爸不是说吗 何小夕她有多么温柔 多么贤惠 没看刚刚那个德行 差点把我吃 我当初我就说过 一鸣的事不能这么处理 这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 干嘛非得闹上法院去 何况咱们又不是没孩子 这话跟你妈说去啊 马后跑 我现在担心的就一件事 要是法院真把一鸣判给我们呢 谁来带她 为你妈去 来 这跳得好看 这这这我们一鸣会跳的话就好看 来 我学学 学会了叫一鸣 阿侯 阿光,阿航的 生物,阿棟 我懂,阿房 阿芳,阿芳 芳芳芳 真的很厲害 不好意思 公布得 看电视上小朋友跳的 挺好看的 安琪 妈炖好鸡汤了 我给你拿来喝 不用了 我吃不下 吃不下没关系 鸡肉不吃 喝鸡汤 营养都已经到汤里去了 妈 蚂蚁饭好腻 你多少吃一点 意思一下 让它心里舒服点 我闻一股臭味 有吗 我一大早就起来了 去买了老母鸡 很香很香 这 这是它 这是它 怎么了 男员 你好恶心 一股臭油味 有吗 你怎么了 臭吗 很香啊 你怎么了 总而言之你拿远一点了 好臭 好恶心 要不我给你倒杯水 我不要 喝得更想吐 前两天也一样炖的 前两天怎么没看你 前两天怎么没说恶心啊 怎么了 这个不是我能控制的 是他不想吃啊 我有什么办法 那行 不是就不吃了 喝稀饭 稀饭刚刚煮好 可香可香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我现在只想睡觉 我上楼了 而且 阿谦 妈 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 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 不是 不不 不吃 不是就你吃 妈想问问你 你今天不是都 涉不涉不去了吗 一明的官司 有没分了怎么样 妈 现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 剩下的事是法官说了算 安琪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您以后就别再问他了 什么 安琪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你不是说你的一个同学 在里面当法官可以问到的吗 是坏消息 坏消息 安琪 那 安琪 安琪 妈 你再给我压力 到时候连我肚子里这个都留掉 你真的什么都没了 说什么呢你 哪有人咒自己孩子的呀 我只想让你们知道 沈一鸣不是你们沈家唯一的孙子 晚安